大家好,我是佩晨 欢迎收看小宝贝大世界 阿嬷每次在炒菜的时候 等油热了之后 就会很小心的把洗好的菜放入油里面 她说这样才不会喷起来 可是为什么水遇到热油之后 就会喷起来呢? 我们炒菜或炸食物时 都会先热油 此时油的温度 会达到摄氏160度到200度左右 再把湿漉漉的菜放入锅中 等于把负在食物上的少量水分 一下子放入高温中 我们知道水到摄氏100度就会沸腾 此时的水体积不仅发生很大的变化 而且还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变化的 少量的水进入了多量高温的油里 水变爆发性的气化蒸发 这样周围的油被带的飞溅起来 就产生了渐油现象 哦 我懂了 原来是这样啊 热油的温度非常高 小朋友如果太靠近会受伤哦 小宝费大世界 下次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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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 感谢观看